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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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醒 干啥啊你 您占了我的座位 老家您让一下 妹妹 我看你干干净净的 长得也挺正 要不就按照大爷的大腿坐吧 小姐 坐我这里吧 不用了 我坐我的箱子就可以了 还有手的赵红 想吃锅巴的人啊 王八蛋啊你 你想端大爷的命根呢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呢 大爷我今天就成全啊你 听我听你的老婆 到了下一站马上下车 我们才能看见一个老婆 我看你 这些还在家里 我看你那些人呢 这些人呢 这些人呢 这些人 这些人呢 这些人呢 这些人啊 你这些人啊 这些人呢 这些人呢 谢谢你先生 举手之劳 不用成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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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以前当过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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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人是 估计是那个堂口 跑外式的炮哥 吃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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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好了不要动啊 大家听着 奉亲共委员会命令 谈查每一位旅客 希望大家予以配合 请大家主动把票拿出来 坐自行李都打开 接受检查 千万不要给我 闹什么麻烦 这些军员是要查什么呢 把票拿出来 大神 您不用担心 他们不会为难您的 进票了啊 您看没什么办法 你的票 先生 您要不要也把票换一下 好 把票拿出来 你的 你 你的票 拿出来 我帮你抱抱孩子吧 谢谢 谢谢 你的票呢 打开 你的票 拿着 你的 是我的 给你 你票呢 行李打开 你等一下 看一眼 没找着 这儿这儿 没事了 给你吧 给你 你们两个都到自留警 什么关系 凑巧坐在一块儿了 嗯 这人都傻子 嗯 这人都傻子 这人都傻子 看这人都傻子 大豆包 好好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加层 好 好 这一路得到您的关照 谢谢你 小姐归星 我姓文 文章的文 先生呢 我姓孟 听口音 你不像是旭夫人 在那里念书 不 我是成都人 我在成都移行 女子师范学校念的书 那你去自留警干什么 算是投亲吧 从成都到自留警 走成鱼马路 要比绕道旭府 近多了 今年春天 成都闹瘟疫 我父母不幸染上了祸乱 前后脚都走了 我的书也念不下去了 只好到旭府来投奔亲戚 谁知道亲戚 他们一家早就搬走了 怎么都打听不到 他们的下落 这才想到 到自留警 投奔我表哥 你表哥是颜商 不 他在自留警 开了一间酒楼 你可回来了 您说五十两 您真是想死 我也是 竟做你的梦 以为就在梦里头能见到你呢 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呢大娘 您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大娘 你可是见老了 是吗 被那么多的小人算计 能不老吗 不过呀 我一桩事一桩事的都躺过去了 你放心 大娘 现在我三哥也回来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三哥是三哥呀 你回来是你 大娘听说你在省城里面当了大官了 这真好啊 哎呀 孟武德堂 荣耀了 以后再不会有人 在我们面前要无扬威 放肆了 你说呢 是 我三娘呢 怎么没看着我三娘 三太太染上了肺牢 连半祭堂的何先生都没有办法 只好送她回重庆的娘家 看看那儿的洋医院 有没有办法治好她 这半祭堂都没有办法救她 你坐 大娘真高兴 今天呢 给你啊 接风洗尘 要大请 说吧 待几天呢 上次 一共批了我十天的假 我绕到旭府 替她送东西 耽误了两天 我只能在家待一天 就待一天呢 那可不行吧 大娘有满腹的话要跟你说呢 你至少 要待十天半个月 大娘 我现在是公事人 哪能那么随意妄为啊 这样 今天晚上啊 我陪您说一宿的话 好 对了 那老三 成亲的时候你不在 他如今是跟你操 操大欢你是熟悉的 是是是 快过来见您 天母你好 现在应该叫你 三嫂了吧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用客套 直接叫大欢吧 老五 老五 来 老五 老五 想死我了 我看看 我看看 老五 这身体也结实了 人也显得年轻了 我给你介绍 曹大欢 不用介绍了 你也认识 千赫 这是我五弟 孟天牧 这是我二冯太太 孟千赫 荷花 赶紧的烧点热水 让老五洗洗澡 歇息歇息啊 培二娃 赶紧通知寒厨子 让他有多大本事 就使出多大本事 把饭菜准备好啊 是 大妞 千万不要打鱼打肉 清淡一点就可以 我呢 我跟大欢和千赫 把老五的房子 给你收拾出来 好的 来吧 来 让我看看 精神 我有变化吗 你都娶了两方媳妇了 能没变化吗 臭小子 你敢讥笑我 我 这曹大欢呢 是大娘给包办的 最后逼得燕之秋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十二哥 有一回 我们在成都一家饭馆碰到了 是他告诉我的 是吗 对了 二哥也在这儿呢 也在自留景 在哪儿 他回自留景吧 对了 他跟老四开了一个酒楼 生意还不错 就是感觉二哥 改变了很多 走 好 那你先把酒楼 吃吧 真好吃又好吃 是 有点香味的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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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宝贝刀 你的甜点 好多吃吗 香 不是嘛 不是 又甜又好 算 香 好 薄都要好吃 薄都要好吃 好吃 好 这香啊 太好吃了 好 是 你们吃牛仔 是不是都辣够烫啊 还是 就是 请问老板在吗 我就是老板 谁找我 一家 天悦 怎么是你呀 你这大老远的 找我有什么事吗 父母顽固 寻亲未果 只好来投奔你 欺蒙观照 投奔我 让我观照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的话呢 家言语墨前 交给我一本族谱 说你看到后 定会释手相远 还没吃饭呢吧 我给你做点 二哥 老五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 文小姐 真巧啊 我们在这儿有碰上 你们认识 在火车上 碰巧坐在一起 幸亏孟先生 表哥 你刚刚叫孟先生什么 他是我们家老五 这是我的五弟 孟天沐 二哥 什么时候又多了个表妹 我在火车上跟孟先生说 我是来自留警 投奔表哥的 孟先生 我是不是也该称呼你一声五哥 那年 在成都 青阳宫花卉 人特别多 一家跟他们家人走散了 被一帮地痞流氓 纠缠 我看不过去 就打了个抱不平 送他回家 一来二去 这就熟了 后来 怕人说闲话 就以表兄妹相称 那表妹走投乌鲁来投靠你 一定要跟人安排好 那当然 一家 他还真比你大了 你得管他叫五哥 在火车上 五哥已经让我见识他的 身手不凡了 打架了 也算是吧 五哥三下两下就把一个刨根的枪给卸了 看着真利落 那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他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步兵科的高材生 后来去了川北 老五你为什么离开川北了 我已经秦焕玄车车改到了 如今我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史公职 调查统计 调查统计什么呢 其实就是负责搜集情报 收集一些共党的情报 搜集一些共党的情报 共党的情报 好 他你认识吗 孟武少爷 孟天牧吧 你是这是跟你同学了好几年的赵国梁啊 现在在我这儿当帐方先生 你就是腿背对吧 我想起来了 久违了 我还记得你有一个弟弟叫赵国 赵国栋 逃亡以后再没他消息了 一会儿过来坐坐 一块儿叙叙旧 谢谢大家